好 沒錯 我們看到台大 兒醫院長黃黎明 黃醫師就說了 因為現在Data病疫逐利期 只有打一劑 有打跟沒打一樣 所以應該優先來接種兩劑 但是今天我們也看到了 在國內醫師有打了兩劑 依舊是突破性的感染 在現代現場是王仁賢 王醫師 王醫師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現在疫苗就真的不夠 所以到底我們應該要怎麼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打了一劑 我打了第二劑 或是有人根本等不到一劑 是這樣子 我們知道不管打一劑 打兩劑 打三劑 那全部都會有突破性感染 因為這個病毒 它之所以會有突破性感染 就是它突破它的免疫 就是所謂的免疫逃脫 那你免疫不逃脫 它就不叫做突變株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現在打一劑 打二劑 打三劑 都一樣要突破性感染的時候 那打一劑的話 這個對社會的公平正義 反倒是比較好一點 你不要現在就擺了這個東西正義 不去動它 然後就讓它這個爭議一直去 去擴大 這樣是不對的 那我們知道打一劑 跟打兩劑的話 打一劑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個是社會 對社會來講是比較公平的 而且打一劑的話 大家有了保護力以後 你即使再進來一個病毒 再進來病毒以後 會不會沒有保護力呢 我告訴你肯定有 你去看看黃立民院長 他講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打一劑沒有效 打兩劑就立馬有效 打第二劑跟感染一次病毒 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所以感染一次病毒一樣有效 所以我們發布的這個病毒要進來 這個病毒進來的時候 它不是進來 它在進補 就這麼回事 所以這個才是很重要的概念 先把大家都給他打完了 一劑都保護下來是最好的 現在他讓那個爭議 爭議炒一陣子時間幹嘛 就讓第二類的人 全部都打到了二劑以後 他在講說我們要打一劑 因為現在指揮中心 本來就在打一劑你知道嗎 因為他現在我們全民的 第一劑的覆蓋率 大概可以達到41%左右 第二劑的覆蓋率只有3% 所以我們政府是朝著 往一劑接種的方向去走 結果他嘴巴不講 讓爭議一直延燒下去 就是為了延燒到 二類的人全部打滿了以後 他才要放手 是這麼回事 Rustem做不斷 就在後他會站回 看你也有一個人 提供一下 往一跑 其實你能穿到 你可憐 我可憐 放手 你可憐